直到我们无法跟以往一样能够放开说想这样做 过去两年 疫情确实是对我们很多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打击 我身边的朋友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在这段时间有正面的成长 不要说成长 能活下去已经通效了 而很多人说 因为是少数能够在疫情期间还能够突破 还能够破纪录的少数工资 其实那也是跟其他人比较的结果 你说没有负面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Rivir的成长会比现在更加的可怕很多倍 今天人人看到Rivir好 是因为拿别人的不好来比较 确实的 这个疫情让很多人叫鼓连天 甚至急转直下 那如果说 今天你深受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之下 认为自己很不幸 很憋屈 那么下一位主讲人的分享 你就必须要真正打开耳朵听清楚了 老实说 他的分享 是今天我最期待的 让我们有请飞马领队九一环 敦敦拍子刚大哥 大家好 我是通风板 中文名叫马子刚 我来自缅甘 很高兴 也很骄傲 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担任 Rivir国际最终的领袖培训会的主讲之一 现在要担任Rivir国际培训会的主讲 难度非常的高 现在没有在首五名内 想都不用想 而现在要成为Rivir前五 甚至前十 那种竞争的激烈性 没有自己本身接触到 那个情况里面 你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今天跟我一起主讲的另外三位主讲人呢 就是在Rivir前五名的人物 也只有我 一个人不是在前五 甚至连前十都没有 所以我说我很荣幸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成为这么重要的培训会的主讲人 重点是公司这次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飞马九一黄的人来主讲 在我前面 二黄三黄四黄甚至五黄的人选还有很多 为什么选择我 刚才老板前面就有提到 今天这场培训会的主讲人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都有着爆发性的成长和突破 在完成飞马九一黄之前 我还在飞马五一黄 就是那几个月里面 我连跳很多级来到现在的位置 在这里 我真心想要感恩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 他是我组织内的一位领导人 说到爆发性的成长和突破 我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他就是来自缅甸的飞马九一黄 我的组织伙伙伴 越来越强越强 这是身为一位领导人必须准备的条件 我感恩老天 我记得人说 我们真的非常羡慕你们 能够真正的去做reway 我这样说 有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在做reway吗 为什么还要羡慕其他人 说真的 在缅甸做reway 我不能说是真正在做reway 缅甸跟其他地区的reway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 在缅甸都是那么的奢侈 比如可以登入reway的电脑系统 你看 真正在做reway的人 随时随地用手机也好 用乒乓电脑也好 都能24小时 任何时候登入到reway的电脑系统 要净单就净单 要转钱就转钱 这是多么的理所当然 但是reway缅甸的伙伴 却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 非常珍贵的事情 这段时间 缅甸出位两位飞马九的人物 你拿一个计算机出来算一算 可以算得到那种业绩的数量 是新币八位数 接近九位数的业绩 但是整个缅甸能够登入reway 电脑系统的人数没有超过20位 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的缅甸的reway人 是不能登入系统的 我们大部分的人 是看不到自己组织的情况的 是不能随时随地看到自己赚多少钱的 现在当然要进在什么地方 很多时候都是要靠差的 你们能够想象吗 你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不变吗 今天你们Google买了一套 甚至买了一盒 马上就得拿到MamaID 进去系统里面 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里面 你相信吗 今天我的组织内 很多飞马级的人物啊 到现在甚至没有进去我们电脑系统里面的权限 为什么 就是因为几年前 缅甸政府突然宣布 缅甸将禁止多城市传销这个行业 一夜之间全国的直销公司跟着完蛋 这个政策也推出来 如果被从事直销这个行业的人 少则三年 多则五年老啊 瑞维维练被逼改行 我们被迫转换生意模式 很多东西已经非常的方便 过后变得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 防守 公司办公室到现在都不能开 公司处处都是限制 甚至处犯到国家的法律 而且 在非常严重的 惩罚之下 我想问大家 你还想做revy吗 先不要说fine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会想做revy吗 我做 我的很多组织成员也做 我们不但做了 我们甚至比很多国家做的还要好 还要接触 我为我的组织 感觉到很骄傲 我为我自己感觉到很骄傲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这次会选我 成为主讲人 而主讲的主题叫做 执行力 对了 各位好不好 拥有执行力就是成功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能够把一定的任务去完成 去做到 一个缺乏执行力的人 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说到这里 如果你就认为我们revy面的人 真的拥有很强的执行力 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 还能完成这么大的目标 那你就真的太小看我们面前了 如果单单只是国家政策上说 不能做直销 给予很重的惩罚 或者不能登入revy的电脑系统 你就认为很难 不可能能做到的 那你真的是活得太幸福了 因为我觉得 如果只是这样 那还算简单 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难 顺便在讲述中 能够表达出一个如果真正要的话 他的执行力到底能够强到什么程度 刚才我说 免得政府禁止直销业 被拘捕从事直销的人 是不得担保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他的严重性 也因为这样 公司为了保护我们大家 只能限制只有非常非常少的领导人 能够进入revy的电脑系统 这确实对组织造成很大的困扰和担忧 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放弃畏微 很多人埋怨 甚至很多人指责我 你问我有没有感觉很失落 那是肯定会有的 但是我知道我只能去做我 我能控制的 我不能控制的事情 我就不要去想它 好不容易过了一段适应期的 结果又来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情不只关系到缅甸 它还关系到全球 就是疫情在全球爆发 可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一下 缅甸的医疗系统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落后 在缅甸最高峰的时候一个要死一万多人 当时整个缅甸人心缓缓 医院制度崩溃 没有医疗器材 不够养起的 而且最糟糕的是 缅甸的医生都在罢工啊 基本上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是崩溃的 严重的时候一个月会有几十万人确诊 看起来是不多 但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接近10% 有整万人在一个月会死亡 而这也是官方报告出来的数字 实际上的数字 我认为远远比这个严重很多倍 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每个人都在寻求自保 医院没有医生 没有氧气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备自己的氧气头 小小的氧气头 只能用几个小时那种 被操作几倍的价格 还要必须要排队几个小时 才能够买得到 家里都要自备三到四头 不然万一真的确诊了 死亡的数字真的是很快 几天就完蛋了 在缅甸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疫情死的人很多 里面包括我身边的人 甚至我组织的一些领导人 这对我这个组织 包括我在内 群织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组织里面也浮上来产品负面的声音 那个时候不要说要求把组织业绩做好做大 组织的能够继续坚持做下去已经是偷笑 而且还没完 就在同一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 那就是缅甸的内战爆发 目前的军方政府和被之前被军方政府推翻的前政府打起来了 在缅甸也不是没有打过啊 不过这次不一样 很多前政府和支持前政府的人 过去六个月在边界设立军校训练军队 购买大量的武器 想要用武力夺回政权 所以也就是这样 在街上 你会经常听到枪击声啊 爆炸声啊 我们家里的人 衣物和日常用品 都在放在行李箱里面 随时都要准备被逼逃亡啊 其实 免得遇到这种情况 我刚刚也只能大致上讲一讲 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上的问题 比如日常的水电问题啊 就已经很困扰我们的生活 更不要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像在国外这样 水电费就在手机上按一下就搞定了 我们等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排队付水电费 只要跟政府有关的部门啊 都是非常有爆炸的情况发生的 一件这么平常的事情 被我们缅甸人来说是多么的难得 再比如说 手机没有网络 手机甚至没有讯号 WiFi也很差 那么 外面戒严不能出去 外面疫情也不能出门 唯一只能用人来联络主员 结果呢 WiFi随时随时会断线 手机也没有讯号 好了 还没完 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到生意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有 就是现在在缅冽 我们每一个人最多一天只能转账五万新币 不管你的银行再有多少钱 你本人也不能在银行取钱 最多一天转五万 而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在WiFi 牵塞到组织业绩都是几千万几千万的 这个每天的限制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 今天在这里讲述这些 并不是想要你们知道 我们在缅甸有多长 你们不要误会 我真的很想趁这个机会 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想要表达我对我组织所有主员的感恩 真的太难 你们真的幸福了 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 你们还能够交出一张这么漂亮的成绩当初来 过去这段时间 艰难的时间 还有接近20位领导人完成飞马旅队 两位飞马一一黄 一位飞马二一黄 一位飞马五 两个飞马九一黄 然后我和欧妈 还能够挤进VV国际的前20年 我真心为我的主员 来自缅甸的你们 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 继续的在VV这条道路上 为你们挡在前面 并且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得到大成功 话说回来 今天公司安排我成为主讲人之一 肯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肯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我 需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给在看的所有的一位人 那就是不要埋怨你现在的状况有多糟糕 在你的国家 你的地方 有再糟糕的事情 也会比我们在缅甸糟糕 相信我 在战乱的时候 每个人的生命和金钱 都是很不确定的时候 市场上是很难跟人家谈保健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团队都能够超越很多国外的你们 证明老板时常讲的一句话 那就是再糟糕的事情 还是有人会成功 而相反过来 跟你再好的条件之下 也是会有人失败啊 这一切的一切 完全在乎于你的执行力 你能不能够遇到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 要相信方法永远都是比问题还要多的 不要那么容易被你此刻面对的问题解决掉 希望在下的日子里面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当你被一个很大的目标 压力困扰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一下 我们缅甸的Rewill人所面对的 我相信 应该能够帮助你克服很大很大的难题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童童白 谢谢大家 刚才在听子冈大哥的分享 眼泪忍不住的流出来 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今天我们出生在我们的地方 今天拥有的这一切 认为是多么理所当然的这一切 是多么的值得感恩 是多么值得的珍惜 去年一整年 日月虽然在业内的表现很好 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可算是不小 各位 无论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们还是会坚持我们的初衷 各个方面都必须保持着很高的竞争力 我们的产品系列 我们的奖金制度的播出 我们公司举办大型活动的意愿 我们开发市场的效率 各个方面 我们都会用尽全力的 去成为业内的模范 上个月 公司给同事的花红奖励 就接近一千五百万新 在疫情的肆虐之下 我有大把借口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 没有一家公司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们的同事 我们公司的员工 都受到如此的对待 更何况是你们 对我们赖以生存 赖以突破的你们 所以我们将会按照我们的初衷 不惜代价的 不惜手段的 成就你们每一个人成功为几人 就因为我非常非常地珍惜 我非常地珍惜我这一生 有跟你们一起公司的机会 然后我想说的是 这个大局 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保护 不要允许自己满足于此刻的现状 不要做到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就沾沾之喜 目中无人 任何一位人走到今天 真的非常地难得 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 我相信 通过今天这四位主讲人的分享 如果你有听进去的话 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不要白白浪费掉这个力量 把它化为动力 此刻好好地设立一个 让自己能够骄傲的目标 并且去完成它 那么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你我可以在高峰相会 今天的领袖培训会 立正十方 就到这里结束 我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是林文峰 我们下次再会 SE comment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